以上說的 可能 你來講 我告訴你 我只是不知道蛋白鎂存在在哪裡 但是以上鎂一樣水果 都知道它的功效在哪邊 說 來 地瓜就是消化到嘛 你看我講的跟我一樣 你看我講的跟我一樣 你就跟我講的兩樣 但是芹菜跟苦瓜 芹菜是有纖維 所以它可以幫助腸胃道 蘋果有纖維素 然後芭樂有維他命C 木瓜有木瓜酵素 所以基本上木瓜是可以幫助 就是 消化的 但我不知道它有沒有蛋白鎂 對 然後番茄也是 聽起來是 可是只有豆漿是蛋白質 所以老師我可以重舉一次嗎 沒辦法 你這樣可以啊 你選 我選一啊 你選一啊 為什麼這個一直要讓我做 命啊 都命啊 這題會是因為有做菜的人 我有做菜 然後醃肉的時候要讓肉質變軟呢 人家會加一個叫木瓜精的東西 木瓜酵素 對 然後呢 或是鳳梨 鳳梨也可以 泡過之後 你再去煮那個肉呢 我感覺那肉就會比較軟 所以我感覺說 你喝這個東西下去 可以在胃裡面 讓它變得比較柔軟 所以我就選了 是 可是木瓜 沒有 木瓜跟木瓜精 又不一定一樣 木瓜酵素 對啊 算了啦 算了啦 是真的 狐狸跟狐狸精也不一樣啊 真的也是 對啊 欸 甜甜跟七媽 可能會一樣嗎 我們晚上要改一名了 還沒還沒 我還不接受 那就宣布當然看是妳們笑她 還是她笑妳們 好 好不好 妳老師解答 怎麼辦 甜甜跟七媽快一樣了 答案是4 4 誇張的力啊 她說太誇張了 不合理 妳們覺得Key剛剛講的 還滿有道理的嗎 對啊 其實蛋白梅是一種種稱 它是幫助蛋白質去消化吸收的 那我們體內本來就有很多蛋白梅 那另外呢 這個食材裡面啊 其實大家仔細看 第一個一定是最不可能的 因為呢 大家會覺得說 地瓜跟地瓜好像可以幫助消化 可是今天我們的那個重點是 地瓜好有飽足感 可以豆漿 是肉類喔 所以是肉類 那地瓜跟豆漿 豆漿反而會造成脹氣 而且它本身就是蛋白質含量很高 你已經吃了很多肉了 你又吃豆漿 那等於是肉上又加肉 所以其實更不容易消化 那芹菜苦瓜跟所謂的蘋果巴勒汁呢 它有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它裡面可能膳食纖維比較高 它可以幫助我們肉裡面的一些膽固醇啊 過油的把它把它帶出去 比較不容易中風啊或是血管疾病 所以你們如果選這種芹菜苦瓜 我都還覺得很有道理 還算是 對 還算是真的有邏輯 對 比較接近一點 不要再罵我了 所以徐島看我們真的不懂你 為什麼會 我跟你講自怨念 這這個氣真的太強 你看 每次看他出鼻子 這一股氣 這一股心煙真太強了 對 那KK真的還滿厲害的 因為確實你看木瓜 它其實在軟化肉類的時候 都會用木瓜酵素 那它確實 如果你吃進來之後 如果你大魚大肉 這種蛋白質吃很多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木瓜 或奇異果有青酵素 然後鳳梨有鳳梨酵素 都可以幫助這些蛋白質 比較好吸收 比較好消化這樣 對 我們其實這一題出的很炸 炸 因為那個蛋白煤的煤啊 大家普遍不知道它幹嘛的 對 那個煤其實就是酵素 酵素 喔 對 如果講蛋白酵素的話 我不可能 對 講蛋白酵素你知道在哪裡 酵素啊 酵素啊 酵素 木瓜酵素是最強 還有鳳梨酵素 對 COME ON 這樣子來思考 可以讓我翻一下 翻一下 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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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姐 只會姐妳翻菜跟我們一樣的那一趴 怎麼在這啊 好來 接下來這一題 好 來看 老公或男朋友工作的時候 精神不濟 哪一種茶的咖啡因的含量是最高 泡給他喝 提醒的效果是 比較好的呢 咖啡因最高的喔 來看 一 麥茶 二 紅茶 三 綠茶 烏龍茶 耶 你又跟我用啊 二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我自己在裡面很高興 二 三 二 三 四 來 反著來 蕭甜是烏龍茶 黑龍茶感覺 以前那種老伯都說 不要喝太多 不是會睡不著 喔 對啊 黑龍茶常常聽到 是這樣子 我覺得綠茶是鵝茶素比較多吧 沒有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 就是 那個咖啡廳跟他點咖啡的時候 我有點抹茶跟咖啡 他說 茶類的抹茶的那個咖啡因比較高 比你 就是比你買普通那種 就是低咖啡因的還要高很多 嗯 他是這樣跟我講 喔 抹茶比低咖啡因的咖啡 還要 對 還要高 還要高 對 所以他是建議我就是喝 低咖啡因的咖啡 比較好 OK 好 這是他實際的生活經驗 對 紅茶 琦琦先聽你的 因為我老闆很愛泡茶 嗯 對 那你現在把你的錯 推到順哥的身上喔 然後呢 所以不管他對錯 都是順哥的錯 那我們去喝茶 因為茶裡面本來就含咖啡因的茶類很多 那就是顏色深淺 我覺得顏色深應該是咖啡因比較重 喔 用顏色來判別 顏色跟它的發酵的時間有關係嗎 烘焙的時間吧 烘焙時間 烘焙時間茶 Kiki有在喝 因為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啦 就是因為顏色最深Black Tea嘛 紅茶就是黑的 然後東方的綠茶 唯一一個比它烘焙更多的是普爾茶 就是普爾它烘焙次數又比紅茶更多 那我印象中紅茶好像就是 以烘焙次數來說 它在這裡面是最多 那賣茶是完全幾乎不含咖啡因的 因為我懷孕 好像可以喝賣茶 所以我印象中這個是沒有含咖啡因的 答案是二 紅茶 紅茶 耶 耶 耶 好險我有摸 好險我有摸 我跟你講啦 我這拜拜都只求桃花運 沒就考運啦 好可怕 如果你們會燒 我可以拿去燒好嗎 如果你們非常怕麻煩的話 製作單位我把這個拿去燒了 來紅茶是因為真的顏色深 其實它跟發酵的程度也有關係 那因為大家會講說 紅茶它是發酵的茶 那綠茶它是未發酵 那烏龍茶是半發酵 所以一般如果說不考慮它的一個 就是比如泡的時間 就大家都一樣的話 對 亮水亮都一樣的話 目前分析出來是 紅茶的一個咖啡因會比較多一點 就是在三個裡面 這三個裡面 沒錯 那賣茶就不用打了 因為賣茶就是完全沒有咖啡因 所以很多孕婦其實他如果有茶飲的話 我們會建議他換賣茶 但是剛剛小可有在講說 他說老闆說抹茶比低咖啡因還要多 多一些 對不對 抹茶它的咖啡因很高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看它的那個咖啡的烘焙方式 還有它的一個咖啡豆 那或許老闆知道它用的那個低咖啡因 是可能它的咖啡因真的 就是咖啡豆含量真的 它的咖啡很低 所以他才會建議你喝那個 因為如果你去看某便利店 它現在都有賣那個咖啡 那你仔細看它們現在都會上網 公佈它們裡面的各種咖啡的咖啡因含量 其中有一款叫做櫻式奶茶 它咖啡因含量幾乎是那邊 比某些咖啡都高多了 喔 是櫻式奶茶 因為它是用紅茶的醬 對它加紅茶 喔 了解喔 好加油了 目前小甜甜我們做吧 不可能 琪琪起碼琪兩分喔 琪琪最平小可囉 不要了不要 你們來做好啦 我試試看我這一題會不會對啊 你坐在這邊看好不好 你不要坐那椅子 你試試看一題好不好 第六題加油 剩最後兩題囉 來 加油 好我們來看第六題 幫該減肥的老公買午餐 哪一種午餐的熱量最低 不會越吃越燙 哪一種 這我一定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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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鵝肉麵 二是油豆腐細粉 三是麻醬麵 四是十顆水餃 好 欸 我跟妳一樣 耶 誰看誰看 是妳啊 妳怎麼會這樣 欸 妳一定會堆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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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會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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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單姐呢是水餃 水餃 沒錯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只有證明一件事情 看看待會兒證明的是 坐到桌子以後 她這個氣離不開 還是那個氣傳染到Kiki身上 到底是哪一個 欸